第二种方式 地劲 我们刚刚调的这个小部曲 就这里 就是一种地劲的关系 第五小听音协奏曲 这里是一个motive 这是一个小乐句 或者说这可以是subphrase 这里感觉好像还没有完事 还是一个问号 到这里 就是cadence 其实曲子就有点像 开头 就是你从家里边出门 在外边溜达了一圈 溜溜溜溜溜溜 到后边 这里你是终于巴唧回家了 我们看我们现在知道了 哪里是motive 哪里是cadence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中间的内容是什么 红色的是a 蓝色的是b a的开头 这里rela和从me开始 节奏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先是一小节的二分音符 然后是 和so fammi 实际上是往前step up一步 从right是低一点的音 然后me是更高一点的音 它虽说下面都写的是forte 但是你可以再强一点点 B段呢 就是啦 它的音乐的material组成部分 会变得有一点点legato 旋律性更强一点 更点一点点 第一遍开头是forte 到后边变成piano弱的 情绪要稍微的有一点点转变 我甚至可以分成 一二三三个 一样 这是两个差不多的东西 然后我从一句 然后到第二句 我可以做一个递进 这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我要再强调一遍 就就是我们所谓的 OK终于到cadence了 我们要回家了 但是你看这句话 就要再长一点点 这就是三小节 别的都是一二两小节 一二两小节 实际上也是都去加 他在把这个张力 再拉得再强一点 cadence的绝对point 让人感觉满足感更多一点 我们可以说 A段的A1跟A2 这是一个排比 B段的第一句跟第二句 这也是一个排比 关注我 绝情不走弯路 这就是一个排比 B段的A1跟A2 好